下面呢我们来学习第十六章当中的第二节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主要掌握的是内容 那先来看一看什么叫做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 简称就是分税制啊 它是指将国家的全部的税主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进行划分 借以确定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范围 这样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就叫分税制 所以显然分税制呢 它主要涉及到的就是财政收入啊 最主要不是税收吗 是说这些税收啊应该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如何来划分 哪些收入归中央哪些收入归地方 哪些收入是中央地方共同分享的 这就是分税制要干的事啊 那它的实质呢就是根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市权 来确定相应的财权 你都干什么事啊 根据这个事赋予一定的财权啊 通过税种的划分呢 就形成中央地方的收入体系 那分税制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推行的一种财政管理体制 这句话也要知道啊 我们国家呢是从1994年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 居然在以往的考试当中考到了这个年分 分税制是从哪一年我们国家开始实行的 你要知道是1994年啊 那下边呢我们先来看一看 刚才介绍的分税制概念里边告诉我们 那是依据市权来确定财权的 这是它的分税制的本质啊 那就是说我们得先确定中央干什么事 地方干什么事 那谁干这个事谁就要花钱吗 所以先要把支出的责任先确定好了 根据支出的责任啊 根据市权再赋予一定的财权 再确定怎么来分税啊 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像中央财政主要承担哪些事 地方财政主要承担哪些事啊 那中央财政呢 它主要承担的 你像这个全国范围里边的 或者是没有明显的区域范围的 那像这些 它都应该是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啊 那像我们前边呢 那在支出划分原则里边我们是讲过的 比如说没有区域性特征的 或者全国范围里边来受益的 那像这些事呢 都应该要由中央政府来承担啊 所以中央财政主要承担的 像国家安全呢 外交啊 还有中央国家机关的运转 所需要的经费 调整国民经济结构 协调地区发展 实施宏观调控 所必须的这些支出 以及由中央直接管理的事业发展支出 像这些都属于中央的事权 是中央来花钱干的 而地方所承担的啊 地方财政承担的 那就是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哈 在本地区受益的 那这样的事 所以像本地区政权机关运转 所需要的支出 以及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所需要的支出 那具体来说呢 我们再看 像中央财政支出 有那些国防武警经费啊 武警经费 还有外交支出 中央行政管理费 中央统筹的基本建设投资 中央直属企业的技术改造 和新产品 市值费用 地址勘探费啊 这些都属于中央财政支出 而地方财政支出呢 涉及到就是地方的行政管理费 还有这个公检法的经费 注意 武警经费是中央来花钱的 而公检法 它是和本地区挂钩的啊 是本地区的这种市权 所以它应该是由地方财政来花钱 来支出的 民兵当然是和这个区域有关系啊 这区域受益的 所以应该是由地方来花钱的 这样呢 中央财政支出 大致有哪些支出项目哈 地方财政支出列举的这些项目 如果混淆在一起的话 尽量的给它区分开啊 下边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收入划分 就这事儿分完了之后 那根据这个事儿 再赋予一定的财权嘛 所以就涉及到收入的划分了 那收入再划分大的 这个基本内容呢 就是像为了维持国家的权益啊 实施宏观调控 所必须的这些税 就化归为中央 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 这个主要的税种呢 那就是中央地方来共享 这是说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啊 那是和地方来争管的 比如说像一些土地收益和负担直接对应的 这样的税种呢 就化归为地方税 这是大的方向 那具体到底哪些收入归中央 哪些收入归地方 哪些收入是中央地方共享的呢 那下边我们就需要重点来看一看啊 现行中央地方收入的划分 首先哪些收入归中央呢 中央的收入包括 必须要备的 体现国家主权的关税 海关带争的增值税和消费税 在海关 海关带争的那说明是进出口环节啊 他也是体现了国家主权呢 还有就是体现较强调控功能的 就是消费税 要记住关税消费税 这必然是属于中央固定收入啊 还有没有纳入共享范围的 中央企业所得税 这个企业所得税呢 采用的是共享税的形式啊 但是如果没有纳入共享范围的 是中央企业的这个企业所得税 那就归中央啊 就全部的收入都归中央 各银行总行 各保险总公司 集中缴纳的收入 中央企业上缴的利润 接下来第七点 证券交易印花税 并不是所有的印花税都归中央的 只有证券交易 证券交易是有印花税的 这种印花税种类是要归中央的 车辆购置税不是使用税啊 那车辆购置税应该是归中央 出口退税 传博敦税都是归中央的 这个出口退税也是进出口环节 体现国家主权 传博敦税呢 也是进进的传之所需要缴纳的一种税啊 所以传博敦税它也和进出口是有关系的 因此呢 也是体现国家主权 应该放在中央固定收入当中 所以如果要说体现国家主权呢 这不是我们前面讲过 依据恰当原则 来归中央吗 来划分为中央吗 那这里边呢 具体的是一种 就是关税 海关代征的增值税 消费税 出口退税 传博敦税 这几个类别是体现了这个恰当原则 就是依据恰当原则 体现国家主权的 应该是化归为中央啊 然后像消费税啊 具有较强的调控功能 证券交易印花税 车辆购置税 这些实际上都具有比较强的调控功能 那应该是化归为中央的啊 好就是这些 基本上给大家涂成蓝色的 是需要重点去记一下的 也是考试当中比较容易考察到的啊 但这个企业所得税要注意是中央 中央企业所得税 而且是没纳入共享范围的啊 那应该是归中央的 好下边我们再看地方收入 地方收入呢 一般体现收益和负担对等啊 所以像一些财产税 应该就化归为地方 那像地方企业上缴的利润 城镇土地使用税 城市维护建设税 这个城市维护建设税 是一种行为税啊 行为税 这是在第十四章给大家讲过的 还有房产税 车船税 印花税 但印花税呢 不含证券交易印花税 因为刚才说了 证券交易印花税 应该是归在中央固定收入当中啊 除了这个税 证券交易印花税之外的印花税 都应该是放在地方固定收入当中 耕地占有税 弃税 土地增值税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收入 你看土地 土地 土地 还有这儿 土地 就和土地挂钩的 这就属于收益负担对等啊 像这样的税 应该是归地方啊 归地方 然后再稍微记一下 就是和房子有关系的 像房产税 气税 实际上车船税 车船税啊 它都属于财产税的范围 你还记得第十四章 你还记得第十四章里边 我们讲过财产税吗 财产税类里边就是房产税 车船税和气税吗 那像这些都是归这个地方的啊 属于房产 属于财产税的这个范畴 归地方 烟业税呢 那它是也属于收益负担对等的 一种性质的税啊 所以烟业税也是化归为地方的 那你看地方税吧 这个种类是比较多的 但真正的那个收入啊 是比较少的啊 收入的大头呢 应该主要是在像所得税 增值税 消费税 这些税种上边啊 这是地方收入 下边我们再看中央地方共享收入 中央地方共享收入是需要大家背下来的啊 有增值税 是财政收入 税收收入的大头 还有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另外还有一点点资源税啊 增值税 所得税 资源税 属于中央地方共享税 那共享比例是怎么规定的呢 或者说 它这个怎么共享的呢 这个共享你应该清楚吧 比如说 一百万亿的税 那这个一百万亿的税呢 有一部分归中央 一部分归地方啊 这就叫做中央地方共享的收入 增值税 怎么共享的是中央分享百分之五十 地方分享百分之五十 就属于五五开这种形式 一比一的形式啊 那中央拿一半是地方拿一半 这是增值税 接下来这个所得税 所得税呢 共享的比例就是中央拿百分之六十 地方拿百分之四十 是六四开这样的形式 六比四啊 资源税呢 是海洋石油资源税是归中央的 其余的资源税是归地方的 海洋石油资源税归中央 这就是中央地方共享税 是需要记住的啊 尤其还要记住这个比例 一比一的 或者说五五开的 百分之五十比百分之五十的是谁呀 增值税 百分之六十比百分之四十的是谁呢 所得税 好 那关于分税制 这些重点知识就给大家讲完了 下边呢 我们来做做提议练一下 来看19年考察的一个题目 关于现行中央地方支出责任的划分 正确的是 公减法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 公减法 那有这个省的 那个省的 这个市的 那个市的 所以它是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的 那这样的支出呢 应该是要由地方政府来承担 所以这个A 应该是错误的 民兵 那民兵 那肯定是和地方密切相关的啊 所以民兵失业费是由地方政府来承担的 地址勘贪由地方承担 地址勘贪是由中央来承担的 那外交支出由中央承担 实际上其他的可能你不会 但是看到D的话 你看外交 没有明显的区域特征 这就应该由中央来花钱哈 来中央政府来承担 所以D是正确的 就是你拿分还是不难的 但是ABC它考察的项目比较的细致 因此就是要仔细的去掌握的话 这个知识点考察的的确是比较的细啊 这个题呢我们应该选择的就是D了 下面呢我们再看2020年考大的多选 他说目前啊我国开征的下列税种当中属于地方税的 地方税很多呀 你是可以用排除法去做选择的 那么比如说企业所得税 你肯定应该知道是中央地方共享的 而且是6比4的这种关系啊 它不属于地方税 关税呢那体现了国家主权 应该是归中央的 个人所得税那应该是中央地方共享的 你都排除三个了 你还不选D和E吗 和D挂钩的 和D D指的是土地哈 和这个土地挂钩的这些它体现的是收益负担对等啊 收益负担对等的 那这样的税就应该归地方嘛 所以D和E应该是属于地方税 用排除法这个题是比较好选择的啊 但是你要知道他考察的点 就是让你区分哪些税是中央税 哪些是地方税 哪些是中央地方共享税 随便考哪个类型都是完全可以的啊 你全部都要掌握 下面再来一个题啊 11年这道单选 说10年某省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总额是500亿元 按照现行所得税中央地方分享的比例 该省 该省 省就属于地方啊 省属于地方 问你这个 省应该分享个人所得税的收入是多少亿元 那实际上在考你 像这个所得税哈 不管是企业所得税 还是个人所得税都是共享的呀 中央拿大头地方 拿小头体现极权的原则啊 6比4的这种关系 那这样呢 总共的所得税收入是500亿元 这500亿元当中呢 这个中央是拿60%的 地方是拿40%的 那地方应该拿多少呢 500的40%就应该等于200亿元 中央拿300亿元 所以不管是考你地方的还是考你中央的 咱都会呀 那或者考你说 以下哪些税是中央分享60% 地方分享40%啊 那你也要知道是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吗 所以这个题啊 我们应该选择的是 C啊 地方政府要拿200亿元 这就是共享税的基本意思 中央地方要共同分享这个收入 好那说完了分税制的内容之后 再简单说一下 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 改革的主要成效 在以往的考试当中 倒是也涉及过啊 不过也是凭着感觉 我们去选一下就行 分税制是一种很好的财政管理体制 所以改革了之后呢 就好呗 朝着好的方向变化了 又和财政管理体制挂钩的 你就这样去做选择判断就行啊 所以他这里边呢 说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增强了谁 中央财政统筹配置资源 加强宏观调控的能力 也调动了地方经济啊 这个分税制的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好处 叫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为啥呀 因为这个像所得税啊 曾经呢 在改革之前啊 那他是地方企业就归地方 地方企业交的这个企业所得税啊 就都归地方的 中央的就归中央 但这样呢 实际上地方拿的收入更多 中央拿的收入就比较少 所以进行了分税制改革 之后啊 这个所得税分税制改革 是这个2002年来实行的 增值税和消费税 那增值税和消费税的这种改革呢 是在94年来实行的啊 呃 然后就是说 这改革了之后呢 实际上 这个分税制啊 就使得中央政府拿的收入更多 地方政府拿的收入 就比较少了 那中央政府拿的收入多 不就体现了极权的原则吗 就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呃 接下来就是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优化配置啊 呃 强化了对地方财政的预算业数 提高了地方坚持财政平衡注重收支管理的主动性 总之呢 就变好了 但是你得和财政管理体制挂钩在一起 别一看都是好的 呃 都表述没啥问题 然后就都做选择了 那是不行的 你必须得和提议相符啊 人家说的是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那你就和其他和这个没关系呢 你肯定即使说的正确 他也和提议不相符啊 就这样去把握一下就行了 呃 接下来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要求 这个要求呢 有两大点 第一个就是要完善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 呃 这个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 这个划分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啊 那怎么完善呢 叫适度加强中央事权 像国防啊 外交啊 国家安全等关系 全国政令统一 维护市场 促进区域协调 确保国家各领域安全的重大的事物 要集中到中央减少委托事物来加强国家的统一管理 提高全国的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 哎 这里边的话呢 就是唯独 你一看就算了啊 那就是要适度加强中央事权 那第二呢 要明确共享的事权 也就是明确中央地方共同事权 第三 明确区域性公共服务的地方事权 第四 调整整 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 也就是说 我们整个这个财政管理体制涉及到的是财政收支的划分呢 那现在就需要把这个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这个事权支出的责任进一步的要明确 里边就涉及到中央事权呢 共同事权呀 还有地方事权呢 像这些方面都需要进一步的来明确吗 好 那除了支出的划分之外 财政管理体制还涉及到收入的划分呢 那收入这块也需要进一步的理顺啊 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划分 怎么理顺呢 根据税种的属性 遵循公平便利效率这些原则 将什么特点的收入化归为中央或中央分享多一些呢 就是将收入周期性波动比较大的 具有较强再分配作用的 税基分布不均衡的 税基流动性大的 一转价的这些税主归中央或中央分享的比例多一些 这基本上也满足又强又大的 应该是归中央或中央分的多一些 然后有明显的 你看收益性啊 区域性特征啊 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不产生直接影响的 收益负担对等的 像这些都应该划归为地方政府 或者是地方政府分享的多一些 所以它这里边呢 就是说怎么来完善事权支出责任的划分 怎么理顺收入的这个划分啊 它大致的遵循的原则 还是我们前边第一节所介绍的财政管理体制 四内容里边的那个四原则 好那这个知识呢 也就给大家介绍完毕了 那整个第二节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就说完了 在这一节里边呢 首先要知道分税制 我们国家是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 然后它的主要内容里边呢 先介绍了支出责任的划分 大致了解一下中央干什么事 地方干什么事啊 依据这个事在赋予一定的财权 所以收入责任的这种划分 它这里边会更重要 你要掌握中央分享的税 地方分享的税 中央地方共享的税都有哪些啊 深化改革这里边 就是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呀 这里边呢 内容稍微去看一看 大概的内容就行了啊 好了 关于整个第二节的知识呢 也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提市gie市场 called 大家的愿订阅